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又比较窄 而且又是一个有柱子的 L型的 那我这个浴室柜能不能够定制呢 现在呢 我就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样子 这个呢 就是那个浴室柜 然后它首先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抽屉 完了以后呢 这就是一个柱子 同时避开柱子前面呢 我们有个小柱子 可以放一个小的一个物件啊 什么东西都可以啊 这里一个大大的抽屉 整体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那个大气 而且也很简洁呢 这个方案也是可以的哟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 就是潮脱系列也是轻车极简的一个风格啊 这一款的话呢 我们也发的很多啊 发去国外发的非常的多 这款也可以做定制型的也行 然后搭配量走的也行 它的规格的话呢 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90的呀 80的呀 还有1米的 或者说你要做1米2的 或者说1米4的 都是可以的 那这一款呢 它的一个轻车的一个风格 它的这个线条呢 应用的是这个 一个女材的一个收边呢 我看一下 它是用女材的一个收边跟收口来的 手呢 摸在上面就很平滑啊 比较圆热 它不吃手 不吃手 然后它的拉手呢 也是用的是一个女材的一个拉手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开盒情况 它的这个开盒呢 同时一样的 也是能够达到垂直90度的一个开盒 这个开盒是很大的 导轨呢 它们也是用这个 知名的这个品牌的一个导轨 非常的好拉啊 一拉一推 说到说一个好的浴室柜 它的这个导轨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边 这里呢 也是做了一个 用这个金属线条做的一个收边啊 这样子就更加的体现 它的这个立体感就更加的一个强 然后它这边呢 设计的是一个推拉式的 这边呢 是一个开放式的 那它上面呢 配的是这个岩板 岩板配的就是这个台下盆 这样子的一个款式 大家喜欢吗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款呢 就是那个桥托 跟后面的那个蓝色呀 是一样的 它也是用这个我们的这个金属啊 进行的一个收边 它的小样的颜色呢 就是这个高光白的这个颜色来的 所以说我们的版面的话可以做不同的这个颜色 大伙是喜欢这种白色 高光白的 还是喜欢那个蓝色的这个青色的一个风格呢 都是可以的 那这一款呢 跟开始那一款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重点说一下 如果说我们的洗油间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柱子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这里做一个小小的一个一个格子 然后这呢 就是一个柱子 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有管子或什么样子的呢 还可以给您这里呢 开一个口 这样子呢 这个管子就比较顺长一些 也是挺不错的 现在呢 大伙看到的这个款式啊 这一款也是非常走得很火爆的一款 这个就是杜拉的一个系列 它也是可以定制的 像现在大伙看到的这个规格尺寸呢 它是一米三七 也是一个定制的 它的厚度呢 是这个五十的一个厚度来的 那大伙看这款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首先也是一个双抽屉来的 也可以做单抽屉 也可以做双抽屉啊 这个呢 就是有两层 大家看一下 有两层的啊 它的开合的话 也是能够达到垂直九十度的一个开合 然后我们来关的时候 也非常的一个easy啊 上面呢 它搭配的是这个陶瓷盆来的 搭的是这个盐板 配上我们的这台上盆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是白色的 也可以选择是红色的 也可以选择是黑色的 就有这么多的一个颜色可以选择 当然了 镜子呢 也可以配两个圆形的镜子 也可以配这个方形的镜子 也可以配图圆形的镜子 就看大伙的一个喜欢的哟 现在呢 大家看到这一款 这款也是那个杜拉来的啊 然后呢 这呢 是一个大大的一个 大的一个抽屉来的啊 大抽屉 大家可能会想 那它的这个手法在哪里 它这里呢 是一个暗格 大家看一下 然后的话 这里呢 直接就很简略的一个设计 这样子拉啊 一个暗格 然后这里呢 做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的话 调太窄了 然后这里正好有个长期的情况下呢 就可以做成是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这还可以放一些东西啊什么的 整体呢 这个浴室柜看上去 就非常的一个大气 那当然它可以定制的颜色也非常的多 比如说我们的红色 这些都是比较畅销的啊 黑白灰啊 都是畅销的 都是可以定制的 就看我们自己的一个 跟家里面的一个风格 是不是匹配 现在呢 大家看到这一个款式 这就是玻璃塔 如果说我们家里面中秋的风格 是新中式的风格 就可以搭配这样子的一个 呃 浴室柜来的 那这款浴室柜呢 它的这个台上盆啊 它是凸显出来的 大家看一下 它是凸出来的 啊 这里是一个鞋的 然后同时呢 它的这个 呃 我们的这个手把呀 它是用皮的这个材质 配金属材质 摸上去就非常有手感啊 我现在拉开刀看一下 当然呢 我们这里还可以这样子按压 它一个按压的一个 这个双层的一个设计的一个 呃 小的一个抽屉啊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大伙喜欢吗 这一款呢 我们它去国外 发的特别多 然后呢 也比较活吧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呢 就是我们那个 玉璃柜的那个板材啊 然后是竹的啊 你看一下这上面 这个是1220×2.44 18厚的啊 竹的板材来的啊 看一下 这个板材都能够达到 一一级的一个标准来的哟 是环保的一个板材 这里呢 就是在组装这个抽屉啊 每个抽屉都要看一下 现在就是在固定这个 柜体 组装这个柜体 加固 这个手感也非常的好啊 你不用担心它会割手啊 说说好的这个浴室柜 有几个量很重要 第一呢 就是看它的这个板材 是否环保 第二呢 就是看它的这个 导轨 如果说是我们抽拉式的那种 导轨的话呢 就要看它的导轨啊 是不是国内用银 国内比较OK的这个导轨 如果说它没有达到90度的话呢 它的这个导轨啊 相对来说的话 可能是用的比较差的一些导轨 再就是呢 还有它的这个链条也是很重要的 好的 这个浴室柜的话呢 我们要看细节 要看它的这个链条 这些是用的是201的啊 还是用304的 那这个东西的话 都是它就来的 还有呢 就是浴室柜的话呢 就要看它的手柄 手柄 手把 如果说我们是严版的话 就看严版的一个板材 的一个厚度 这些东西都是很讲究的 当然啦 浴室柜的话 还有就是开始我 跟大伙说的那个下水 下水的话 它是不是这个 304的啊 它是不是铜的呀 这些东西的话 都很有讲究的 好的浴室柜呢 主要就是看这些个点啊 就OK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录在这儿 所以来说呀 大伙千万不要去想 啊 我的这个修件太窄了 怎么样子去选择浴室柜 实际上浴室柜它是可以定制的 让浴室柜去将就你的这个空间 将就你的这个房间 然后入住去来会方便很多 然后呢 也会舒适很多 说来说 我们在选择一个好的浴室柜的时候 要从它的源头去抓 它的这个配件 它的材质 到底是怎样子的 这个浴室柜它值不值这个钱 它为什么是这个价格 从源头入手 这样子呢 我们才能够买到 物美价廉的一个好的产品哦 希望呢 这期视频能够为大伙有所帮助 那大伙要是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 点赞 点赞 订阅 咱们下期见 拜拜